《理想之城》有两大渣男,一个是周俊,另一个是张小北 他们俩的女友分别是苏小和吴洪梅 如果说《理想之城》是《红楼梦》,苏小拿的是薛宝钗的剧本,吴洪梅就是习人 两人戏份是情为代影,习为差妇的打法 人物关系暗示剧情走向,周俊辜负了苏小,张小北和吴洪梅也难以走到最后 周俊张小北有着相同的标签渣男 先说周俊,为了突出周俊的扎形象,《理想之城》经常拿夏明与周俊做对比 一个是貌似机关算尽实则专一的大情种,一个是为了事业抛弃爱情的登徒子 在第一集,工人讨薪事件,就是在写周俊与夏明的鲜明对比 一方面是工人讨薪,一方面是领导要来视察工作 不给工人发钱,领导就会发飙 苏小希望在是剑尾工作的周俊能帮忙周转一下,为重剑赢得周转时间 周俊的反应是,你自己赶紧想办法 周俊不帮忙,夏明却替苏小解了燃眉之急 尽管夏明这样做并非为了帮苏小 不过这也在暗示剧情走向,周俊会退出苏小的生活 夏明能点亮苏小的人生 夏明周俊都喜欢苏小,一个是官配,一个是前任 周俊婚礼,夏明和苏小都参加了 苏小之身前往,夏明与贺瑶同时入场 与其说这是为夏明安排三角恋模式 不如说这是在突出夏明也有无奈的一面 这个安排有编剧的巧思 他是在说夏明和周俊一样,也有选官二代结婚的资本 夏明有贺瑶,周俊有李雪 就在周俊婚礼上,夏明经常以救世主的形象拉苏小一把 婚礼之上,于经理主动和苏小打招呼 乍一看,于经理厚颜无耻,明明害苏小背锅 他依旧能故作老友重逢,云淡风轻 厚颜无耻形容于经理当然恰如其分 但是他厚颜无耻的背后源自于他的精致利己 于经理主动和苏小打招呼 主要原因是担心苏小搞事情,破坏了周俊的婚礼 能做到重见的主任经济师,于经理当然会有这样的嗅觉 在这里必须要搞清楚,于经理是否知道苏小和周俊李雪的瓜葛 剧中有两个细节证明,他是知道的 在第一集,于经理去开会 便是意外播放了李雪和周俊的机闻小视频 于经理装作视而不见 黄胖子曾向于经理打听苏小为何没有领到造价施政 于经理说,他前男友的县女友是李雪主任 于经理搭讪苏小,目的只有一个,牵制苏小,不要搞事情 苏小不明白于经理的用意,差点要疯狂吐槽于经理 就在说出口的刹那间,夏明拉走苏小 这说明即便夏明与贺瑶形同情侣 但是他的目光始终盯着苏小 如果说这只是巧合,苏小离开婚礼现场 夏明开车送行,足以证明他确实一直观察苏小的一举一动 面对同一个苏小,夏明和周俊的表现不一样 这里面有爱情的秘密,并非是爱上一个非同寻常的人 而是因为爱,所以才会觉得对方非同寻常 周俊为了得到李雪的政治资源,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 他把偷心美化成为了苏小负重前行 苏小在向李雪送祝福的时候 不妨推荐他看看回家的诱惑 品品红世贤的爱情语录 我如果为了爱情选择了你 那么有一天,我也会因为爱情抛弃你 这话完全可以举一反三 如果周俊为了上位选择了李雪 那么有一天,他也会因为上位抛弃李雪 第十九集汪洋说留铁生留志 把李雪也牵进来了 李雪被牵连,不知道他能否像以前一样 依旧可以展示强势的一面 双手捧着周俊的脸,嘴对嘴交换彼此的唾液 说完周俊,再聊张小北 两个人比扎,张小北更猛 其一周俊是从白衬衫变成了范年子 清爽少年成为油腻男 而小北和红梅认识就是个坏种 其二在这段关系中 小北掌握两人的共同财产 并且用画大饼的方式控制吴红梅 周俊没有改变苏小的性格 分手前,他没有为了个人目的牺牲苏小的生活质量 其三小北给吴红梅带来的伤害 恐怕会远高于周俊对苏小的伤害 因为吴红梅容错率比苏小低太多 他用一个买房的大饼 让吴红梅一起与他过苦日子 他不舍得花大钱让吴红梅改变形象 这样做影响了吴红梅的事业 苏小失恋 有吴红梅和原生家庭关心他 而吴红梅却只有苏小了 即便《理想之城》只播了19集 却可以和吴红梅他妈一口同声地说 吴红梅的男友小北就是骗子 吴红梅不以为然 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可以骗的 当然有 《理想之城》第八集 小北说自己有买房计划 拿出小本本和红梅算账 这应该是小北掌握两人共同财产的证明 但凡吴红梅掌握自己的工资 他完全可以买自己想买的衣服 小北是个测试员 经常出差 会把宾馆里的小包装沐浴液洗发水拿回家 作为两个人的生活用品 好听点讲 这是会过日子 难听点说 这个人非常抠门 剧中还有个细节 证明小北舍得为自己花钱 第三集吴红梅在公司看简历 他的办公桌上用的是Razor鼠标垫 游戏玩家应该会明白 这个鼠标垫价格不菲 银海公司给员工配这种鼠标垫 不合适 大企业也要赚钱 办公用品会讲究性价比 鼠标垫的来源只能和小北有关 小北很喜欢打游戏 需要这种鼠标垫 另一方面 他在生活方面非常抠门 为了省钱 宁愿坐公交 也不会坐地铁 哪怕那天吴红梅 遭受严重的职场暴力 一个懂得对自己好 给自己买昂贵设备 却不舍得让女朋友花钱 这样的男人 不是渣男是什么 当我们骂渣男时 我们在骂什么 网上有人调侃这样渣男 你对他可歌可泣 他对你可歌可泣 他喜欢你 却没喜欢上你 人生那么长 总会爱上几个渣男的 很有必要讨论一下 为什么渣男可以连绵不绝 周骏抛弃苏小 选择李雪 无非是希望借助李雪的政治资源 帮助自己实现阶层跨越 他献祭了自己的爱情 为自己兑换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将来 周骏没有扛过生活的敲打 这件清爽的白衬衫 终究变成了范年子 周骏参加工作后 明白自己无法成为夏明那样的精英 他也没夏明那么好的底牌 夏明的父亲是大学校长 母亲是外科主任 父母很忙 黄胖子关心夏明 也给了他足够的爱 夏明的起点就秒杀了周骏 曲官二代对周骏来说是雪中送炭 对夏明来说只是锦上添花 夏明有的择偶自由 周骏真没有 再来看看吴鸿梅与张小北的感情线 理想之城对小北的交代太少 为了叙述的方便 可以从吴鸿梅为何爱上小北 这一角度分析两人的感情模式 小北能吃死鸿梅 因为他确实让鸿梅感受到了被重视的感觉 鸿梅和苏小吃年夜饭提到三点 第一 吴妈说小北是大骗子 第二 他五六年没有回家过年了 第三 弟弟上大一了 后面两点都和弟弟有关系 这个弟弟的身份非常耐人寻味 吴家应该是个重男轻女的家庭 先来推测一下吴鸿梅的年龄 他和苏小是同一届本科生 和苏小应该是同龄人 2019年十一期间 苏小过三十周岁的生日 这说明苏小是1989年出生 吴鸿梅大概率也是1989年出生 而吴鸿梅弟弟上大一 应该在19岁左右 这说明吴鸿梅与弟弟的年龄差是10岁左右 吴鸿梅与弟弟有极大的年龄差 在新千年才要二胎 足以看出吴家特别渴望要个男孩 吴家和苏家不同 苏家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 接受特定时期的生育政策 即便是女娃 也会一心一意爱护 而吴鸿梅的前半生 应该是被艳女情结结果的岁月 因为缺少爱 所以她很容易被取悦 有个男人给她一颗糖 她就觉得身边的空气变甜了 张小北这种档次的男人 不用太费心机 就能吃死吴鸿梅 他口口声声说 攒钱买房360度击中吴鸿梅的软肋 和自己爱也爱自己的人 有一个完整的家 第18集 正是吴鸿梅期待买房结婚的10月份 苏晓和夏明都已经你浓我浓了 吴鸿梅和小北没有买房的征兆 小北终究是在欺骗鸿梅 只要两人的共同财产在小北手里 吴鸿梅被小北扎的风险始终存在 陷入爱河的人肯定比旁人更明白对方的缺点 他们依旧无法自拔 并非因为他们对缺点视而不见 而是因为爱情 他们愿意忍受这些缺点 大家指责小北不舍得花钱给吴鸿梅买好衣服 改变他的职业形象时也可能会忽视小北会给他端洗脚水 让他享受友情饮水宝的爱情 即便是渣男 他们的择偶也是他们对生活的直接反应 他们不是粉碎障碍的盖世英雄 而被障碍粉碎了纯净的自己 周骏变渣的背后 有他看不到未来的绝望 吴鸿梅被小北欺骗 因为他的生存焦虑让他有了明显的软肋 大多数人都是很容易被击垮的平凡人 这个世界上有弱者 对弱者要有怜悯之心是人类文明的必然 但这并不代表要推崇他若他有理的价值判断 我们不是生活在天国 而是活在一个充满贪嗔痴的人间 人生苦短 生命无常 和有情人 做快乐事 别问是劫世源